今天你要干什么了 就是国宝 前两天啊 干总向我们显摆 他说 我新买了辆奇瑞捷豹 路虎懒胜极光 这个时候啊 怪叔叔在旁边说 我来个去 你真牛叉 一口气买五辆车 315晚会呢 曝光车的问题有点多 一女子呢 打电话 到315就投诉 没说车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 哎呀 我跟我老公 哎呀 他爱的时候 一点都不走心 喜欢借助道具 一点都不真实 315投诉热线那边 听到之后 沉默了一会儿说 呀这事真不归我们管啊 建议你找假日办 假日办 多银子啊 看这个央视315晚会 确实是长姿势了 随意蹭个WiFi 特别是没有密码的 黑客就可以获取你的电子 邮箱用户名登录密码 然后窥探你的隐私呢 哎呦 吓死我了啊 看来以后我得注意了 年龄大了 承受力不好 以后还是少看315晚会吧 前几天在楼下超市 买了一瓶酒 觉得味道不对啊 像假酒 就去找老板理论 老板特别真诚的告诉我 以前卖的都是假的 哎呦 今天是315 为了过节 特意卖给我一瓶 真的 我觉得真的是良心上家 感痛常在啊 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国外的水果蔬菜奶制品 都比国内的便宜呢 你想想啊 你以为那么多化学添加剂 它不要钱吗 相信啊 大部分人买蔬菜水果 还是会到菜市场会 街边的小贩奶来买 今天周二球时播报 也是刚刚过了315 我们就来说一说 跟小贩打交道 买卖的一些事情 有一天啊 有个人去买香蕉 老板 这香蕉怎么这么轻啊 放多久才能吃啊 老板说 拿回家放被窝里 五一碗就能吃了啊 老板你忽悠我吧 是真的 我老婆经常这么做 我在被窝里 发现了好几次呢 我身边啊 总是有那么几个女流氓 有一次 她们聊到买黄瓜之类的话题啊 我说你们是买来用的吧 然后一姐妹就回了一句 谁用黄瓜那破玩意儿啊 我们都用藕 藕知道吗 排水又通风 我就凌乱了 我咋就不知道呢 有人买黄瓜 老板黄瓜多钱一斤啊 黄瓜呀 18厘米以下的 一块钱三斤 18厘米以上的 三块钱一斤 还有这讲究啊 一女生走到蔬菜摊钱 拿起黄瓜对老板说 老板这黄瓜怎么卖 大妹子啊 现在都用玉米了 玉米最近很饱满 老板 你想哪儿去了 人家是买来贴面膜的 结果这姑娘买完黄瓜之后 老板那你还要什么吗 老板 玉米怎么卖 有一天去买菜 遇到一个女的 她呢 买黄瓜的时候 还跟老板嘱咐说 老板这黄瓜别切片 但是卖黄瓜老板忘记了 还是切了片 这中国好老板啊 服务态度真好 结果这女的见到 直接就骂道 你TM带我是存钱筒啊 一片一片又一片 有一朋友去买葡萄 跟老板说 老板 这葡萄让你尝吗 老板说不能尝 那我怎么看它甜不甜啊 老板说我来尝 你看我的表情买 马上啊 夏天了 每次夏天买西瓜 满满都是回忆啊 一朋友跟媳妇去买西瓜 卖西瓜的死活都不肯便宜 她说老板 同样是西瓜啊 人家都卖一块 你怎么就卖一块五啊 老板说同样是媳妇啊 人家就一百斤的 你的怎么就一百五啊 老板你等着我冷静一会儿啊 有朋友下班路过一些挖滩 正好呢 刚发了工资 就决定买一个西瓜 就跟老板说 老板 你这西瓜多少钱一斤呢 老板说 买西瓜不都应该先问 西瓜甜不甜吗 说老板 那你的瓜甜不甜呢 老板回答说 一块钱一斤 老板 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冬季到台北来看 与这位朋友说 我去买西瓜 老板 你这西瓜熟了吗 老板说熟了 肯定熟了 哎呦 又快烫死我了 什么玩意儿这么烫啊 哎呦 你天 逗我呢 我都说熟了 在高压锅里煮了一个小时 能不熟吗 这老板 买西瓜 老板你过来看一下 怎么了 瞅你这什么烂玩意儿啊 没子还卖那么贵啊 这样才符合现在流行趋势啊 你看现在木瓜西瓜都是没有子的 那你卖给我的瓜子没有子是几个意思啊 一个小贩啊 把西瓜卖给了一位女士 并向她保证 西瓜保熟保甜 让这女士骑车回家时车辆打滑 结果西瓜掉到街上裂开了 这女士惊讶的看到 这西瓜是粉红色的 根本就不熟 所以她抱着西瓜回到小贩那儿 大声抱怨要求退货 小贩回答说 人从车上掉下来 脸都会下白 何况是一个西瓜呢 一位朋友去买苹果 就问卖水果的 老板这苹果怎么卖啊 老板说六块八 真贵啊 哎呦你看苹果这么大这么红 那那你们卖那么贵 它能不脸红吗 一小贩大声叫卖啊 好消息 买一增一新进苹果 买一箱 赠一把水果刀啊 这个时候啊 一朋友路过 特别高兴 就对小贩说 你们想的真周到啊 小贩说是啊 主要是这批苹果烂的地方 比较多啊 哈哈哈哈 所以才送水果刀 是吗 一朋友 买水果看到柿子挺好的 硬的啊 不知道甜不甜 老板娘就说 我给你削一个 你尝尝啊 然后拿了个又大又红的 哎呦 正感慨着老板娘 好大方啊 老板娘削下一小块给她 然后自己抱着 剩下的欢乐的啃了起来 这个时候老板一脸黑线 直接咆哮老板娘 你个败家娘们啊 一会儿看不住都不行 今天就吃了四个了 这种柿子不能吃多啊 这位两个季的朋友啊 他说 我去买西瓜 听到一个瓜饭呢 喊五块钱四个西瓜 我飞奔过去给了五块钱 然后他把西瓜就递给我 我当时就蒙圈了 为什么呢 这是旺仔小西瓜吗 大爷你过来 我不打你 我就想问一下 这瓜皮能吃吗 哎 他说这个亲身经历的事情呢 就告诉我嘛 不要一听价格便宜 就立马买货不看货 天下没有白白掉馅饼 这种好事 先给那些只关心价格 不关心价值的朋友们 哎呀 说到价格啊 有一次我买西瓜 摊主呢 切了一半 然后电子称上一称 然后马上拿下来 告诉我八块钱 可是我的眼睛 太合金眼 我一看称上 显示的明明是六块钱嘛 一想老板也不容易啊 掏了十块钱给老板 结果老板呢 当时忙 可能没看到 给我找了六块钱 等于说我只花了四块钱哈 我觉得嗯 上天呢 是在给我暗示的哈 还是在帮我 我接过钱就走了 可是回到家发现 哎 瓜怎么往哪了 羽翼说 现在商家为了赚钱 什么丧尽天良的话 也敢说得出来啊 就在刚才我去拿快递 卖草莓的小帆 看见我劈头就问 小丫头吃草莓吗 二十五亿斤 对了你怎么不上课 我说不吃贵 我快三十了 上个鸟课呀 小帆真静的大吼 说什么 你看上去只有十七八 他说这小帆 你能再假一点吗 气得我回头 我拍了五十块钱说 老板来两斤草莓 不用找了 这太会做生意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是喜新厌旧的人 为什么呢 你敢说你没换过QQ头像 周二九续播报 在昨天的段子来的节目当中 咱在一开始也说了 315晚会看完之后 他讲到了汽车 汽车保养 脏红花保健品 顿时看完 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觉得 我还是个消费者 这几样都贵的 平时都买不起 作为一个真正的消费者 我觉得消费最多的 就是平时在街边 跟一些小贩打交道 买买菜 买买水果 买买早餐 什么的 据说接地气 最好的方法 就是去买菜 你一进菜市场 就能感受到 人间烟火 那种扑面而来的感觉 看到一堆人 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努力 又看到一堆人 为了自己的生活 讨价还价 这个时候 你有再多的矫情和装逼 都会瞬间散落 不知道你有没有 这样的感觉啊 今天的球事播报 我们就来说一说 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跟小贩打交道的一些 球事 这位朋友呢 叫清蒸莫犬 其实仔细看了一下 你就叫静莫嘛 只是把名字分开打了 去菜市场 买了白菜 回家发现 菜心都烂了 找老板理了 老板呀 为什么 我买这些菜的时候 你不告诉我 菜心烂了呢 这个时候老板呢 点了一支烟 淡然的达到 有些事情我没说 就代表他已经烂在了心里 烂的是菜心啊 老板 你别说啊 有一些生活的哲学 还就是从 老百姓 身上 嘴里 发生到的 吐出来的 据说一少女呢 抱着这只猫去买鸡蛋 这男摊主啊 就夸这个猫 哎呀 你家秘密好大呀 这少女呢 怒而不语 摊主又说 哎呀 你的秘密好白呀 结果少女大怒 再胡扯 我捏碎你的蛋 对 她是在买鸡蛋 一天啊 丈夫正要出门 妻子呢 就嘱咐她 买点绿色蔬菜回来 她走到菜市场啊 对于菜农说 这些蔬菜 是为我妻子买的 上面有没有喷农药啊 菜农说 真不好意思啊 没有 你买回去 自己喷吧 有一次我去买青菜嘛 有老奶奶卖菜啊 我说奶奶 这青菜怎么卖 奶奶说 拔毛 我说 那来三斤 奶奶 三八四块二 我给你五块钱 找我两毛 结果这奶奶 低过来两块六 跟我说 小姑娘 以后别自己出来买菜了 你太单纯了 小心被人骗啊 陆某某说 刚才去菜市场买菜啊 碰到一大爷想买牛肉 大爷说 一块钱多少斤呢 老板说四十 哦 十块啊 那我来点 老板伸出手指说 大爷是四十块一斤 啊 四斤呢 不 要不了那么多 我要一斤就够了 大爷您真能聊 特会砍价 穿苦头发高说 我去买菜 发现黄瓜涨到一块二了 就问卖菜的大妈 价钱怎么涨那么快啊 大妈说 你没听说小区 有三四队离婚的 对面胡萝卜也涨价了 有关系吗 不理由散说 今天出门 看见有卖切糕的 就买了一块 结果那逼说要三万 忘了就这么欺负人的嘛 没办法 我把早餐买的茶叶蛋 递给他 他颤抖的 接过茶叶蛋说 大哥我找不开啊 要不再给你切几斤吧 这样子呀 一同学说 大学门口啊 有一个卖瓜子的老大爷 旁边呢 放着一个话筒喊话 一块钱两斤 两块钱三斤 三块钱四斤 四块钱五斤 五块钱六斤 他说 于是我跟同学赶紧掏钱啊 买了五块钱六斤的 觉得大爷 你是经济学和心理学双学位啊 单纯小四郎说 我今天去买板栗 看不出来是生的或熟的 但是又不想被老板笑话 于是就自作聪明的问老板 老板 你这板栗是什么时候炒的啊 他如果说刚炒的就买 我太机智了是吧 结果老板鄙视的看了我一眼说 都逼你吃过桂圆吗 子布宇呢 去买这个浇麻鸡 他说买一只呢 怕多了吃不完 买半只呢 怕不够吃 于是就问老板 老板一家三口吃一只能吃完吗 老板说三个男的嘛 我里面去老板 你们一家三口才都是男人呢 这位叫艳遇的朋友说 我今天在火车站附近买泡面 有老坛酸菜的 我就问老板 是康师傅的吗 老板说 杂牌的杂牌 这老板还诚实啊 小卖部的老板 一朋友来到小卖部 老板 来瓶二锅头 老板说二十 老板上次来十块怎么 那是白天 三更半夜的都卖二十 那十块是辛苦费 不情愿的套出二十块 见给老板 老板呢 在酒柜上找了找 然后找给他十块 老板你怎么又找给我十块呀 老板说 哎呦 酒卖光了 那辛苦费 一朋友啊 去跟同事买水喝 一瓶矿泉水 一块五 同事拿了一瓶 给了老板三块钱 老板呢 找了他五毛钱 这二伙当时就开口说 老板 我刚给你三块呀 老板也怒了说 那你也知道一块五的水 你给我三块干什么呀 你给两块不行吗 就叫二货碰上二货哈 据说一位妇女 匆匆走进一家商店 她说 老板五分钟前 我的儿子到你的商店 买了三斤苹果 可是明显啊 这秤不够 你怎么解释啊 结果社会员 非常有礼貌的答道 你回家秤秤你儿子啊 Z11说 今天呢 去买削铅笔的刀子 就问老板 老板有刀卖吗 老板貌似很懂行的 看着我说 兄弟你买什么刀啊 杀什么的呀 哎呦 我愣了一下 儒儒说 老板杀笔 老板说 你说谁杀笔呀 小鲜笔是杀笔呀 小九说 我刚才去买烟啊 老板娘呢问 小伙子能不能帮个忙啊 我女儿这边有个题 不会做 你看能不能帮忙看一下呀 我已经问 那你女儿多大呀 老板娘说小学啊 这个时候我放心的进去了 嗯 不会 二货老板啊 沈呢说 哎呀 绝对真事 去闹市买年货的时候呢 看中了某款化媒 然后呢 就问老板好不好吃 老板没说话 鼓着嘴巴 深情款款的看着我 然后 然后老板就流口水了 我想的化媒 我也有点流口水 张测说 我是来自于唐山的忠实听众 我叫我 括号原创啊 你就是这个传说中的原创啊 好的 他说 刚路过玉华道 一卖煎饼的吆喝道啊 哎呦 一家三口 三天没吃饭了 走过路过的好心人 买张煎饼吧 于是呢 我就善心大发呀 果断停好电动车 花了四块钱 买了张煎饼果子 现在呢 我边吃边琢磨 好像哪不对 对呀 一个卖煎饼的时候 我们家三口 三天没吃饭了 也是醉了哈 这位朋友 我要 我要封杀你 你的名字叫 红凤凰 黄凤凰 红粉凤凰 粉红 黄凤凰 那时候 我进小卖店买烟 二十块一盒 就找到了十九块钱 正在满钱包的翻 是否还有零钱的时候呢 小店老板正在忙着玩游戏 看我半天没找到 不耐烦的说 少一块就一块吧 赶紧走吧 反正假烟利润大呀 六月奇迹说 老板不慎跌倒啊 撞破头流了很多血 店员们都慌了 见到这一幕 我知道机会来了 这次得好好表现啊 于是我扯开嗓子 朝店外就大声的喊道 好消息 好消息 老板大出血 老板大出血 全场两折 全场两折 你问老板 有你这个二货店员 一朋友呢 想去店铺买一个防风的打火机 老板拿出一个说 这个就是防风的 我打着之后呢 一口气就把这个火给吹灭了 老板 你不是说防风的吗 怎么一吹就灭了 老板淡淡回答说 能防风 但是不能防二臂啊 这位叫采采听众 大爱采采风说 一个人呢 去买七白石的画 老板呢 给他拿了一幅 这个人一看 就说是假的 老板说假的 我就赔你十倍的价钱 这人想想也行啊 就买了 后来拿给专家见顶 果然是假的 就去找老板 老板说 这就是真的呀 后来这个人就报警了 直接老板悠悠 拿出身份证啊 你看是七白石啊 老板你叫七白石 这样也可以 去宠物市场啊 老板 这个乌龟能活多久啊 看你怎么养了 养得好 它就能送你走呢 这宠物市场啊 你会发现 很多女孩子 喜欢买兔子啊 为什么女生 喜欢养兔子呢 据说可以名正言顺的 买红萝卜了 一个女生 养了一只兔子啊 那个兔子这几天 一直不吃萝卜 这女生呢 就担心兔子生病 就问医生 医生说 兔子从来不吃 有腥味的东西 信息量有点大 信息生活说 我们高中的时候 学校门口呢 有摆摊卖仓鼠的 就问老板 老板多少钱一只啊 老板说15 笼子呢 笼子25 哎就 老板为什么笼子 比仓鼠还贵啊 老板没说话 旁边闺蜜说了一句 就就你这样啊 你觉得 把你卖了 你能买得起一套房子吗 LU说晚上呢 给狗狗买了一个磨牙棒 因为是真牛骨 担心有异味 就问小店员 这啃起来会不会臭啊 小店员特别认真的回答道 不知道我没啃过 万维说 地摊上买钱包 寒价三十 奖成了二十块 拿下回家打开 居然钱包留一百多人民币啊 居然是个二手货 真是奸商啊 拿回去退了 你朋友去逛夜市 老板这个怎么卖啊 三百八 这个是真金的 十块 你看清楚 这个是真金 十块 好吧 看你这么执着 卖你吧 我不买 我就练练砍价 老板说你别跑 你别跑 老子砍死你啊 你知道傲慢与偏见 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 不知道吧 我告诉你啊 是定价十九块八 话说一档健宝节目 一大娘啊 小心翼翼的取出了包裹 很多层的宝贝 专家们感觉啊 这宝贝一定特别珍贵 就问 这个宝贝背后 一定有什么故事 说说看 它是怎么得来的吧 大娘说 哎呀 就在一次偶然的集会啊 我们那儿庙会啊 我在庙会上 套圈儿得来的呀 对 前几天的看新闻啊 说重庆的股丸市场呢 一男子 不小心损坏了 一个交价 两万元的清花词之后呢 老板提出 两千元赔偿费用 他表示只能接受 一千元 没谈拢之后 干脆赌气用一万元买下来 然后当面砸碎 价格水分有点大啊 说到这个价格 当你明白啊 带三百块钱的表 和三百万的表 其实时间是一样的 喝三十块钱的酒 和三千块钱的酒呢 其实喝醉了 兔也是一样的 住三十平米的房子 和三百平米的房子 孤独是一样的 出十块钱的烟 和出一百块钱的烟 得的肺癌也是一样的 你就会发现啊 这样安慰自己 还真的不错呢 接下来呢 占用一点 球师播报的时间啊 来读读大家的留言 钱之胡说 彩彩啊 我是一名 目前在墨西哥 学习的学生 这儿糖果甜是什么的 色素使用的特别厉害 有一次出于好奇 买了一个 很像泡沫的薄脆饼 这种饼呢 五颜六色的 我吃了一个红的之后 这几天小便都是红的 吓得我以为尿出了血啊 很久才意识到 是色素的原因 冯刀说 以前呢 我在某电器商城上班 活动呢 叫我们发单页 单页是模仿汽车 罚单那种贴到车上 店长还让我们 边贴边拍照 一边检查我们工作 就在我们边贴边拍照 可是贴到一个车时 当时因为没人 正当我们拍照完 准备离开时 从车后下来 一老大妈拉着我就说 临时停车 临时停车 马上就走 别开单子了 我凌乱了 苏美嘉若彩彩 告诉你个秘密啊 除了金针菇 是明天见以外 还有火龙锅里面的 小黑子 甚至猕猴桃里的 小黑子 当然西瓜子 就不说了 你说的还蛮隐晦的 明天见 那也不一定啊 如果遇到个秘密的 一月月生说 彩彩有个事 想请教一下 你说男人用香蕉 怎么用啊 万一香蕉 八瓶以后 用的时候 断在里面 怎么用 等一下 香蕉男人 可以用吗 女人用的话 不用八瓶 男人用的话 是要八个瓶 但是只用瓶啊 不用里面的 不同的部位 用不同的 然后有的部位 也可以不用 好了好了 停 那关于更多的 就是邪恶水果的 一些段子 太邪恶了 情不方便播的 我发到我微信平台 上面的翻外篇了 微信平台号码 CAI CAIFM 或是直接搜财财 财是杂房的财 学学奉华说 人人啊 都说最难防的是 闺蜜抢男朋友 今天我算体会到了 我的心在低血啊 哎呀 两个人都是我最爱的人啊 竟然做出这种 诸狗不如的事情来 我刚开门 就看到闺蜜的脸 紧贴着我男朋友 我冷冷的说 你这样做经过 我同意了吗 闺蜜一下紧张了 说这黄瓜 做面膜真的很好啊 不信你试试 我大吼一声说 那是我用过的 没有问题 不要太大意 沈默担心说 听到财太有一期说香蕉 突然想到 自己以前经历的 一个糗事 自从和男朋友 有过亲密接触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办法 淡定的看我吃香蕉了 香蕉算什么啊 哎呀 我现在每次吃冰棍的时候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呢 哎呦 宋大爷说 今天听到一老太太说 现在黄瓜20多公分长 15块钱一根 还有那么多小姑娘 在哪买啊 我看一眼就走了 太贵了 都不敢吃了 哈哈 一朋友说 那天啊 我调到一杯酒 材料就用到黄瓜 做出来之后呢 一女同事过来尝了一下 说好好喝啊 叫什么名字 我想了一下 我说叫最伤女人心 她问我为什么 我说因为把黄瓜捣碎了呀 124769120 跟这个朋友说 猜猜你知道石南花吗 突然想到一个段子啊 武汉这边呢 每到三四月份的时候 石南花就开放了 我们整个学校都弥漫着 石南花的浓烈的味道 我和同学下课后 去食堂吃饭 周围人都在讨论这个气味 闻着有点怪怪的 突然一女生特别认真的 对她旁边的闺蜜就说道 这花怎么闻着 有股精子的味道 都是彩彩建议 你去百度一下吧 据说还是 切银和欢散的重要配方呢 我读书少啊 给我长知识了 上一期也就是 昨天的段子来了 下面的留言 莫丽峰的暴走说 有的人就算老了 也会有人这么说 他年轻时候挺漂亮的 而有的人就算老了 也会有人这么说 他年轻时就挺胖的 狐狸猫说 天天听你段子 嫁不出去了 不要担心啊 其实也作为一个女生 嫁得出去不出去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我觉得 一定要嫁好啊 不能随便嫁 要不然宁愿不嫁哈 不要把嫁人当作目标 而幸福当作自己的目标 这样才是对的 一相逢 佳琪如梦说 你最近几期节目 我都舍不得删了 一直存在手机里 万一哪天啊 我就会好久听不到你吧 想想好诱声啊 看你的昵称 我就知道你对我不是专一的 不解释 有符咒说 猜猜呀 听到好多朋友担心 这个段子的更新啊 突然感觉你很辛苦 谢谢你带给我们快乐哈 大家不要担心了 那个 我已经录了好多好多期节目了 讲了好多好多存货的哈 不用担心 我都没要你表扬我 漂流的是说 彩彩呀 你可以趁现在胸杖 多拍几张大胸罩 气死十九和早安哪 我不用气他们啊 大小我不说什么 但是至少就是 之后我功能比他们多一样 另说彩彩告诉一个秘密 据说怀孕的人 打麻将运气特别好 可是我不会打麻将怎么破啊 不过现在我出门 是经常捡钱的 那天捡了五毛 昨天还捡了两分钱 关键这个两分钱 不是现在还生产两分钱 这真事哈 然后那个钱上面 还印的是2013年 我都说13年还生产两分钱 我是来点赞的这个朋友哈 他说 小三姐还没出来吗 哪吒三年呢 就是因为他还没出来啊 我现在才讲了好多期节目 在录啊 冰冰凡常常说 彩彩 如果你生个女儿 你就嫁给我儿子 生个儿子 我就是让我 他们俩搞鸡 还好是嫁你 儿子不是嫁你哈 可以考虑一下 裤头的发高说 人生最悲剧的就是 你每天陪女人打电话周 逛街 看电影 吃东西 送礼物等等 等到表白的时候 这女的就说 天哪 我一直拿你当最好的朋友 对 最悲剧的就是 你每天都听我的节目 还给我留言 给我点赞 给我转彩 等到最后说 彩彩啊 我不认识 不是我节目开场说 嗨 手机编 我亲爱的小伙伴嘛 然后这位叫土贼的朋友就说 你怎么知道 我是在用手机听啊 那你还能用什么听呢 拍的啊 这个几率大一点嘛 这位叫我叫恶魔MT的朋友说 我觉得彩彩 你应该像平凡世界里的 好红眉那样 笑起来肯定特别美吧 哈哈哈哈 但是夸我的留言 我还是愿意读的哈 下一次阳光说 第二百五十期了 彩彩女生不想说点什么吗 我想说的是 其实都好多好多期了 你看到的这个 期数不是真的期数啊 好多期就被无情的删掉了 比如说东莞那期啊 哼着吊吊彩彩花那期 哎呀 还有好多哈 所以有些节目要及时听的 BOTO说 彩彩你的节目特色 就是内涵段子少 可是最近怎么越来越不健康了 我说这个跟期数有关系哈 就是每期节目的主题不一样 好像说到水果也不怎么 也还蛮邪恶的 好了 今天就是播报周二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也谢谢大家支持 不管节目的主题是什么 一如既往的 很感谢 下期的节目是段子来了 我们再会了 应该是周五下午五点更新哈 周五我们再见了 拜拜 我好热啊 全身都好热啊 你要干嘛 你是谁啊 这是哪 放开我 好痛 太粗了 太硬太长了 不要进来 要死了 我变得好奇怪 哎呦 有什么要流出来了 不要用嘴吸那里 我要去了 哎呦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汤圆 我为何命这么苦 今天周二九十播报呢 要感谢节目当中出现的一些 球手和段子的原作者 以及推荐者 由于教父 Dreams Link 指教半领落 自不语 孤胆杀鹰 彼岸花 蜻蜓 王兴 这个可以有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华丽 SDR 木桶 爱胖妹 彩彩 迪先生 明星 彩小彩 柱子 谢谢你们 如果你也有 求事要分享的话呢 可以分享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 关注到订阅号 CAI CAI FM 或者直接搜彩彩彩 采访彩 收到之后加关注 有任何看到的好玩的段子 笑话求是 都可以对话框 直接发过来 想要对我说的话 也可以发到今天节目评论 或者是微信平台上面就好了 在昨天的段子来节目当中呢 我说下个月13号呢 有福利哈 福利呢也是征集了 大家说一个暗语 这个暗号的征集呢 是在我的新浪微博上面哈 大家可以去我的新浪微博 爱腿1053彩彩上面来参与一下 那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下一期节目的更新时间呢 是在周五的下午5点钟 我们周五的段子来了 再会 拜拜